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本节课我们来学习外部网关路由协议 BGP协议 那么对于BGP协议呢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协议 那么这里面呢 我们只需要简单的对这个BGP协议 有一个大概的认识就好了 那么什么是BGP协议呢 BGP协议它是Border Gateway Protocol BGP的一个缩写 它的中文名字呢 叫做编辑网关协议 那么这个协议呢 它是运行在这个自治系统之间的一种协议 那么对于自治系统呢 我们在前面也有所了解了 在一个管理机构下面的网络呢 都可以看作是一个AS 比如说一个学校 一个公司 或者是一个城市 一个国家呢 都可以是一个AS 那么BGP协议呢 就是运行在这个AS之间的一种协议 比如说一个公司到另外一个公司 这两个AS之间呢 就是使用这个BGP协议 又或者说一个学校 到另外一个学校 他们也可能使用这个BGP 还有一个城市 到另外一个城市 或者是一个国家 到另外一个国家 那么他们之间呢 都是使用这个BGP协议的 那么为什么在AS之间 是要使用这个BGP协议呢 原因是因为第一点 这个互联网的规模实在是太大了 那么因为这个规模的问题呢 使得在AS之间选择这个路由 非常困难 那么如果我们在AS之间 使用这个联络状态协议呢 每个路由器都需要存储 很多的联络状态的数据 并且呢 如果使用这个 迪迹斯特的算法 来计算这个最短路径的话 这个算法也会运行很慢 因此呢 才需要使用这个BGP协议 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因为AS内部呢 使用不同的路由协议 比如说在某个公司呢 它可能使用这个RIP协议 但是呢 对于另外一个公司 它可能使用的是OSPF协议 那么这两个AS之间呢 它们使用的是不同的路由协议 那么对于使用不同的路由协议呢 它们之间呢 是无法直接的通信的 因为对于AS1来说 它们的票数 才是这个面路的指标 但是呢 对于AS2 它考虑了更多的是带宽 时延 以及这个距离等等的一些 联络状态信息 因此呢 它们之间就需要这个BGP协议 来进行协调 那么还有一点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那么这个呢 就是AS之间呢 往往需要考虑 除了网络的物理特性以外的 别的一些因素 这里面呢 就包括了政治因素 安全因素等等的 都是需要考虑进来的 因为呢 AS之间可能是一个地区 到另外一个地区 也可能是一个国家 到另外一个国家 那么地区之间呢 可能法律不一样 国家之间呢 可能有一些军事因素 那么这些呢 都是需要考虑的 这里面呢 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有AS1 AS2 AS3 和AS4 那么这里面呢 AS1 可以通过AS2 把信息传递到AS4 也可以通过AS3 把信息传递到AS4 那么在物理上呢 它们是相互连接的 但是呢 由于政治 或者是安全的因素呢 可能会导致一些情况 这里面 比如说这个AS1呢 它的网络 不符合AS2的这个法律的要求 因此呢 AS2 有权 不让这个AS1 把信息传递过来 那么同样的 也有可能是 因为AS1呢 不想把这些敏感的信息 传递给AS2 因此呢 它可以选择 把信息通过AS3 传递到AS4 那么这些呢 都是每一个AS之间呢 需要考虑的一些问题 那么因为这几点的原因 其实这个BGP协议呢 它并不能找到一个最好的路由 它只能找到一条 可以到达目的地的 比较好的路由 这里面关键词是比较好 那么在前面呢 我们在学习 OSPF的时候 我们知道 它们是可以找到最好的路由的 因为它们是使用 迪迹斯特的算法 来计算这个最短的距离 那么在这里面呢 BGP因为有很多 这个人为的因素在里面呢 所以呢 它通常不是找到最好的路由 而是找到一个比较好的路由 那么我们在配置BGP协议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学习一个重要的名词 那么这个名词呢 叫做BGP发言人 那么这里面的这个发言人呢 其实是属于这个英文的 speaker的一个翻译 那么什么是BGP发言人呢 它其实是一个路由器 这里面我们假设 有这样子的一个网络 在这个网络里面呢 可能有两个这个边界的路由器 它是位于这个AS的边界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把这两个边界的路由器 配置成为这个BGP发言人 它是位于这个AS的边界的 那么为什么有这个BGP发言人呢 那么其实主要是因为 BGP协议呢 它并不关心AS内部网络的托普 那么在AS之间呢 他们是通过这个BGP发言人来交换信息的 比如说AS1需要和这个AS2交换这个路由信息 那么他们之间呢 是通过这个BGP Speaker来进行这个信息的交换的 比如说当某一个AS增加路由的时候 撤销过程的路由的时候 以及发生这个网络差错的时候呢 都是通过这个BGP Speaker来进行这个信息的交换的 那么这里面呢 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 就是这个BGP的发言人呢 可以人为的配置策略 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 网络可以人为的进行干预 比如说我可以让你经过我的这个AS 也可以不让你经过我的这个AS 或者说让你付出什么代价 才可以走我的这个AS 那么这些呢都是可以人为的去配置的 那么再比如说我们的国家中国 那么中国需要和这个美国进行这个网络通信的时候呢 那么可能呢就会有一些敏感的信息 是不允许进入中国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可以在中国的这个AS进行这个人为的策略的配置 使得某一些敏感的信息不能进入中国 那么这个网络托普呢 就是使用了这个BGP Speaker来连接的一个网络托普 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AS123456的这几个自制系统 那么在这些AS之间呢 他们是通过BGP Speaker来进行这个路由信息的交换的 那么这里面呢我们也可以结合前面 我们所学习的这个网络的层次结构 来理解这个BGP协议 那么在前面呢我们知道这个网络呢 它可以分为主干ISP 地区ISP 那么每一个ISP呢都可以理解为是一个AS 那么这里面呢主干ISP就有可能与别的这个主干ISP 进行这个BGP的连接 那么对于这个层次结构呢 AS1它有权宣布说通过我可以到达AS2和AS3 但是你通过我的时候呢 你需要持有这个通行证 那么这个通行证呢可能是一些权限的交易 也可能是一些特别敏感的信息 那么这个呢都是每一个AS它有权去宣布的 那么这里面呢这个AS2它也可以宣布说 通过我可以到达AS4和AS5 但是呢通过我们并不需要持有这个通行证 那么这些呢都是每一个AS可以自行的去配置的 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也可以简单的结合前面我们所学习的这个seater 来进行这个网络的路由 比如说对于这个主干ISP AS1呢它可能是使用这个干8的这么一个网络 但是呢对于AS2和AS3呢 它可能使用的是这个干16的这么一个网络 对于这个地区的ISP呢 它可能使用的是这个干24的这么一个网络 那么这里呢通常每一个AS呢它都代表着一个网络 那么这个也是结合前面我们所学习的这个seater 来进行这里面的BGP协议的学习的 那么最后呢我们简单的来回顾本节课的主要内容 那么首先呢我们需要知道BGP协议 它因为这个前面所介绍的几个原因 它只能找到一条到达目的地的比较好的路由 而不是一条最好的路由 那么其次呢我们需要知道的是 对于这个协议呢 AS之间是通过BGP发言人来进行路由系统的交换的 BGP协议呢它并不关心AS内部的网络拓谱 也不关心内部的这个路由 他们是通过BGP发言人来进行这个系统的交换的 希望通过这节课呢 同学们都可以简单的了解BGP协议它是什么 好的那么以上呢就是本节课的所有内容 好吗 好吗 好吗